羅委員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媒體追蹤華爾街日報 這一個獨家的訊息 有在台美軍真的準備將增四倍嗎 第一個有沒有所謂駐軍台灣 其實這個用語可能有點不太對 因為過去短時間 因為台灣有很多武器來自於美方 所以美方在協助我們的軍人 來使用這些武器上 一定要有些訓練的過程 甚至包括我們的空軍在美國 有這樣的一個訓練的做法 那另外就是說的確 美台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 已經不再局限於 這個所謂單純的軍售或軍購 在合作上我相信這個密度 頻率乃至於層級是有在提升當中 那我沒辦法去證實說 到底成長了幾倍 但是我想美國這一系列的動作 不論在外交上 從總統 國務卿 國安部相關人員 的說法 做法 在外交上的動作 乃至於軍事上所做的這些準備 他不是真的說戰爭要打了 開始要做準備 而是說要避免甚至嚇阻戰爭的發生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檢討 在上一次一年前烏克蘭戰爭的這個事件裡面 美國的確犯了錯 犯了什麼錯呢 釋出一個錯誤的訊息讓 俄羅斯誤以為美國會袖手旁觀 甚至能夠幫助有限 所以那種所謂戰略模糊 或者這種模模糊糊的態度 讓俄羅斯誤判了 然後結果引發這樣的戰爭 坦白說也不只俄羅斯付出代價 西方國家也付出代價 而且這樣拖下去到底誰損失比較多 俄羅斯當然比較多 可是美國也是損幾三千啊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想 這樣的事情不能在台海發生 所以這些動作本身都是要目的要嚇阻中國 所以布林肯在最近的接受訪問特別強調 中國也要把這些因素列入他的考量 也就是說美國相關國家 甚至是歐洲國家介入 不能用財政的什麼方式 經濟制裁啦 軍事行動 這些動作要列入中國 如果要對台灣冒進的話 要列入考量 之所要這麼做就是嚇阻嘛 那另外一個時間點很敏感 因為這個時間點一方面 是這個所謂的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一周年的時刻 所以美國要把戰爭進入下一個階段 其中一個最大的變數 也就是美國擔心的 到底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 會出現什麼變化 布林肯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不斷強調 到目前為止 美國也的確指控 中國是有在幫俄羅斯 但是幫的東西 是所謂非致命性 非致命性的東西 美國不斷警告 下個階段 如果你要提供致命性的東西 致命性的物質給俄羅斯的話 美國一定有所反應 那記者接著問 什麼叫做致命性的東西 那布林肯就不應該說清楚 換句話說由美國自己來判斷 那個算不算 所以簡單講美國也很清楚 未來一段時間 這個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 唯一可能發生變化的 就是中國是不是有可能在軍事上 來提供俄羅斯這樣的援助 所以這個時候一年 一週年這時刻 美國必須要採取動作 去阻擋中國可能對俄羅斯的支援 那第二個大概 美中之間因為最近的形勢 包括氣球 間諜氣球的問題啦 美中所謂科技戰的問題等等 非常緊張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呢 照理講過去的例子 美國會比較擔心 跟台灣啦 這種互動會不會惹惱中國 然後讓美中關係水上加霜 可是看起來不是喔 美國反而更大的動作 讓中國知道我跟台灣在互動 我舉個例子 我們國安高層跟美國的互動 一直都存在 但這一次我可以認為說 幾乎是最公開的一次 雖然還是不能去裡面拍照啦等等 但幾乎是 我幾乎是半公開的方式 包括我們部長啦 吳部長或者說 顧麗雄 在面對媒體又非常坦然 甚至美國的官員 要進入AIT大樓的時候 也幾乎不再避諱了 甚至呢 有些媒體講是 美方主動告訴我們的媒體說 你們可以去拍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 美方也可以要送出這個訊息 給對岸知道 我現在跟台灣關係很密切 乃至於最近傳出來 跟台灣的軍事合作 有在提升當中 那我認為那些消息來源 應該不是來自於台方方面 應該來自於美方 而且華爾街日報等等 所以看起來美方是 故意輸出這個訊息 一方面要告訴中國 你不要再輕舉妄動 否則的話 你會付出很大代價 另一方面還很重要 告訴台灣的疑美派 或者反美派 我是堅定的跟台灣站在一起 所以現在國內的一些人 包括一些特定媒體 或是國民黨裡面的一些人 開始不再用那個字眼 什麼以美反美說 美國會幫助台灣 要打問號等等 他開始說什麼 我們不要成為美國的棋子 對 美中對抗是這樣 台灣不要成為美國的棋子 甚至犧牲台灣 為了美國人打仗 所以他們論事又開始改變了 所以國民黨內部或是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 他們對於這種所謂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某角是不樂於看到美台關係進展的 甚至開始給它污名化 我再舉個例子 最近在美國啊 我們最近提到很多訊息 不斷的在散播或不斷的散佈 就是所謂的 小美琴大使 在積極的推動 蔡英文去美國訪問 或者說不斷的講說 這個所謂麥卡錫要來台灣訪問 講這個最多是誰你知道嗎 黃介正 這是國民黨的國際事務部主任 他去美國做台銀行 不斷來講這一點這一點這一點 所以他等於是我認為是在搞破壞了 不斷的告訴美方說 你看民進黨啊 故意要製造這些問題 等等喔 台灣旅行法過關之後 本來 任何人 任何美國政要都可以來台灣訪問 任何台灣政要都可以去美國訪問 這是台灣旅行法的期待嘛 所以照理講 我們剛才是歡迎一個樂於見到 這樣的一個進展 可是顯然 國內有一部分的人 會認為這個會破壞兩岸關係 這個會製造藉口給對岸 所以我們 而美國在玩我們 所以我們必須要成為美國的棋子等等 所以這樣論述未來 我覺得不只是兩岸關係 台美關係未來有可能 成為國內選舉 或國內政黨政治的重要議題 也就是選邊站的問題 那顯然有人選不同的邊 然後顯然把美國 視為最主要的可能的 出賣台灣的人 而不是可能來自於中國的威脅